乙军称将扩大在加沙地带军事行动区域 野门胡塞武装称将把所有以色列船只 作为攻击目标 并已在红海扣留一艘与以色列有关的船只 我们下一步各种有针对性的巷战 隧道战的作战行动效果还会进一步提升 澳大利亚防长炒作渲染中澳军舰东海相遇事件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 澳方言论与事实完全不符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一向澳方提出严正交涉 韩方称韩国将在美国发射首颗本土军事侦察卫星 那么这种实际上我们说是要向美国人去 有一个保证或者让美国人放心 俄乌双方对彼此首都进行无人机袭击 俄军还打击了乌克兰能源设施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法令 对俄实施新制裁 进入冬季的俄乌冲突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防务新观察特邀军事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各位好 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 我是昊毅 近日以色列军方称军事行动将扩大至 加沙地带的新区域 同时野门胡塞武装称扣押一艘 与以色列有关联的船只 具体内容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据法新社11月19号报道 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战斗 目前主要集中在加沙地带北部 而以色列军方指出 他们正将行动扩大到加沙地带的新区域 特别是吉巴里耶和载通 另据路透社报道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 叶海亚萨雷亚19号宣布 将把所有以色列公司拥有或运营的船只 作为攻击目标 那些悬挂以色列国旗的船只 也将成为攻击目标 报道称 他们呼吁所有国家 从上述船只上撤回自己的公民 而当天 胡塞武装部队在红海上展开军事行动 扣押了一艘与以色列有关联的船只 并将其带到了也门海岸 据悉 被扣押的货船属于一家英国公司 现由一家日本公司运营 而这家英国公司的部分股份 属于一名以色列企业家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 这艘船在伊朗要求下被胡塞武装扣押 声明指责伊朗应对此事负责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随即表示 伊朗未参与此次事件 此外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19号报道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外展示了 国产的征服者二 高超声速导弹 及其他新的军事成就 而在展示武器中 还有一架以加沙命名的无人机 那么以军扩大行动目标 为何要针对杰巴里耶和载通两地 野门胡塞武装将以色列船只 设为攻击目标 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欢迎二位 首先请教杜先生 我们看到以色列军方称 在加沙地带将扩大新区域 特别提到了 杰巴里耶和载通两个地方 那为什么强调这两个地方呢 接下来以军还有怎样的作战规划呢 加沙地带作战行动 以色列宣布要进入新阶段 新阶段目标就是 向加沙南部进行攻击行动 但目前看的难度比较大 特别是对加沙城的攻击行动 目前并不理想 如果对北部的杰巴里亚 包括在东南的载通 进行各种打击行动 至少在加沙北部 可以对哈马斯的残余进行肃清 因为他认为加沙城 已经完全视线包围 但目前看的作战行动 对于清除铲除哈马斯 没有太大贡献 只有在北部地区 把更多的要点 纳入攻击范围 这样向南部进行作战行动 才没有任何后务之忧 第二呢 是为南部作战做准备 因为南部地区的情况更复杂 随着北部作战行动持续 哈马斯的抵抗人员 武装人员很有可能通过隧道 包括其他途径向南部进行疏散 如果到了北部很艰难 南部有可能会更加艰难 所以在北部地区如果能够 估计可能多的把哈马斯的 站的人员消灭捕获 对各种武器装备销毁 在南部的作战强度 才会进一步下降 所以下一阶段 在南部地区的作战 有可能面临更多的问题 比如范围更大 遇到的抵抗更加激烈 作战行动更加复杂 如果哈马斯把加沙城 作战行动的经验进行总结 那么下一步呢 各种有针对性的巷战 隧道站的作战行动效果 还会进一步提升 那白先生我们看到 这个加沙地带冲突 依然在持续 就在这个时间节点 也门胡塞武装称 要将以色列公司 所有拥有或者是运营的船只 视作打击目标 当然他这里也提到了 包括悬挂以色列国旗的船只 那也门胡塞武装 此时释放这样一个信息 想要达到怎样的目的 首先我们说是 打击以色列的海上的贸易 包括它的可能的 这种能源运输线 一方面以色列的对外贸易 在之前其实有四分之一 是来自于亚洲 那么主要是通过红海的航线 而且现在考虑到加沙的冲突的背景之下 那么这条航线 对以色列整个对外贸易的重要性 在迅速地上升 那么以色列的能源运输线 红海方向的这个埃拉特 其实也是它现在有可能使用的 一个能源的输入港口 但是我们说如果能够切断以色列的 对外的这个能源的运输线的话 那么当然会对以色列的整个的作战行动 跟经济带来一个更大的打击 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看到 之前其实胡塞武装通过红海 不断地试图对以色列本土发动攻击 那么这些攻击呢 有些是比如单的导弹的 那么有些是使用无人机的 那么因此呢 以色列也好 包括其他的很多西方国家 那么在红海上空呢 其实展开了一个庞大的防空反导的网络 这个防空反导网络主要还是依赖海基的 防空反导网的相关舰艇 包括以色列自身 它也有这个萨尔五行的护卫舰 在这个区域活动 但是如果说通过这种截船的行动 迫使这些海上的平台 更多地去完成 你比如说这个护航 那么还有呢 我们说传统胡塞武装 在红海上经常会进行布雷 那么如果用布雷跟护航的任务 把这些西方也好 以色列也好的海军的舰艇缠住 那么对于这个胡塞方面 动用远程的打击手段 攻击以色列本土来说 它的成功率能有一个很大的提高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对于胡塞来说呢 它通过打击红海的运输线 它可以有效地推高国际石油的价格 那么胡塞武装自身 它也有很大的这个黑市原油的输出能力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它还能获得经济上的利益 所以我们说综合来看呢 胡塞武装在红海进行的相关行动 未来对这个区域的军事形势 尤其是海运的影响 可能还是会比较大的 杜先生 那我们看到野门胡塞武装 宣布此举的当天呢 就在红海方向扣押了一艘 与以色列有关的货船 而这艘船只呢 实际上是属于英国公司 由日本公司来进行经营 并不在这个野门胡塞武装 公布的打击目标范围 那执意扣押这艘船只 野门胡塞武装 想要达到怎样的目的 那胡塞武装扣押和打击的标准在提高 那这样做呢大概是两个原因 第一呢是要釜底抽薪 目前加沙地带作战行动在持续 冲突行动是无底动 以色列预计如果在加沙地带 它全部完成所有作战任务 实现所有作战目标 510亿美元 这个状态下 它对于经济的这种状态高度依赖 如果海上能源航线 包括海上经济活动 受到某种遏制 这样以色列在花钱的同时 没有这个收入 所以作战行动的后劲会明显不足 第二是警告 如果按照目前美国 包括美国盟友正持续向以色列 提供全氛围援助这个基本模式 以后日本 英国大概 也会步美国后陈提供援助 这个状态下 把这些船只作为攻击目标 和拦截目标 实际上在警告美国盟友 支持以色列 胡塞武装会采取同样的态度 对它进行遏制 也说明胡塞武装目前想对抗的 还不光是以色列 包括以色列背后的美国 所有在加沙地带 对以色列进行支持的国家 都是制裁目标和打击重点 也说明作战行动目前正在外溢 已经从加沙地带向地中海扩展 从之前陆战向海空战场延伸 已经不局限在狭小的陆地空间 正在向中东更大的范围扩展和发展 我们看到伊朗外长也特意说到了 此事件与伊朗无关 当然另外我们关注到的是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最近是公开展示了 国产的征服者二高超声速导弹 等多型装备 同时还展出了一架 以加沙命名的无人机 伊朗这个时候传递这样的信息 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这个时机和名称很敏感 征服者二导弹按伊朗说法 叫超高声速导弹 是大国的战略游戏 如果伊朗在这个时候 也拥有了这种武器装备 选择巴以冲突进行的背景下 进行展示 那说明在巴以冲突背后 伊朗有足够的能力和技术 应对所有的军事威胁 所以拜登总统下令袭击 在叙利亚的伊朗 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 有可能会触弄伊朗 一旦双方爆发不同等级的摩擦 征服者二导弹 有可能会成为美国的征服者 加沙无人机命名呢 以加沙地带冲突作为背景 很显然目标很明确 也说明呢空中作战能力 包括无人机打击能力 正在快速发展 虽然有可能不用在加沙 但如果在这个时候 把无人机命名为加沙 说明它对加沙冲突 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策略 伊朗如果在这个时候 显示自己的远程打击能力 高效果的突破能力 和这个无人机作战能力 可以让美国以色列 对伊朗目前的这个战斗状态 和武器装备水平 产生某种忌惮 再将视线转向亚太 近日澳大利亚防长办公室 发布声明 指责中国军舰在与澳军舰互动时 所谓不安全和不专业 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吴谦表示 澳方言论与事实完全不符 王务新观察 我们稍后继续 据法新社报道 澳大利亚防长马尔斯 11月18号发表声明 指责中国军舰 在日本专属经济区的国际海域 与澳军舰互动时 所谓不安全和不专业 导致澳海军潜水员受伤 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表示 澳方言论与事实完全不符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已向澳方提出严正交涉 近日澳图文8号护卫舰 为中国东海附近海域活动 中国军队宁波号驱逐舰 依法依规采取跟踪监视 识别查证等处置措施 期间中方舰艇严格遵守 海上意外相遇规则 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等国际规则 与澳舰保持了安全距离 没有进行任何可能影响 澳方潜水作业的活动 中日在有关海域没有化解 不存在中方军事活动 位于或者进入日本专属经济区的说法 我们敦促澳方尊重事实 停止对华鲁莽的不负责任的指责 多做有利于增进双方互信积累的事 为两国两军关系向好发展 营造积极氛围 另据俄卫星通讯社报道 日本自卫队水陆机动团19号 在鹿尔岛县德之岛 举行两期演习 模拟所谓岛屿作战 德之岛是延美群岛中的一个岛屿 位于延美大岛与冲涌梁布岛之间 面积247.9平方公里 报道中还提及中国 此外 据韩联社消息称 韩防长透露 朝鲜在近日发射军事侦察卫星 同时表示 韩国将于11月30号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 范登堡空军基地 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 两极火箭发射首颗本土侦察卫星 澳大利亚为何对中国军舰活动 进行无端指责 朝韩若相继发射军事卫星 对半岛局势会带来哪些影响 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请教杜先生 那澳防长为何此时 要恶意炒作我军舰活动呢 两个原因 首先是放大威胁 对于解放军作战能力 包括在周边正常训练活动的 这种抹黑行动 传统做法 今后还会有 这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另外如果把这个东西作为借口 被美国看到 美国听到 美国在周边的自由横飞 自由横行的兵力 也会逐渐增加 今后会不会学加拿大 形成澳大利亚 美国在周边的联合传业 所以下一步不排除 要把单独行动扩展为联盟行动 把异国行动变成多国行动 也说明放大中国威胁 目标很明确 就是要在周边 形成联合的军事威胁能力 共同在周边为美国大国竞争 做出海上空中部分的贡献 白先生 在此前的节目当中 我们近短时间一直在讨论 日本是到处搞演习 现在日本最近又在德之岛 进行两期演习 有着怎样的目的 其实这一次日本所进行的演习 它叫05GX 那么对外宣称 是从10号 11号开始到20号结束 要证明日本自卫队 在美国的这个帮助之下 有能力保护日本的海空 甚至是国内的一些 关键基础设施 你比如说在德之岛的机场 它进行了什么 F-15触地付飞 那么这些机场 我们说包括当地的民众 跟政治人物 其实不断地反对 把这些民用设施用于军用 但是日本的自卫队 其实是一意孤行的 那么通过这种所谓的 就是民用设施的军用化 那么试图人为地 在民众之中制造一种紧张的局势 甚至我们说一种 接近战争的威胁 那么借此的目的 当然还是要扩大自卫队 在日本国内的相关的活动的范围 还有就是给日本的这个防务的预算 通过去制造理由 这是第一条 那么对于德之岛的这个两栖行动 它确实也有自己的特点 就是德之岛是周边的岛屿之中 可能唯一一个没有珊瑚礁盘的 无论是半应制通缉艇 还是两栖突击车 还是它的这个 我们说这种两栖的起点登陆艇 可能都会受到胶盘的影响 那么这个岛因为没有胶盘 所以被日本自卫队 视为未来两栖作战的 一个主要的训练场 所以我们看到 就日本所谓的这个两栖行动 这个所谓要保护自己 那么宣称中国的威胁 其实是为了它在日本国内 获取相关它所希望的基地 各种各样的利益的一个理由 这样的理由 包括日本在半个月进行的四次的演习 当然会人为地推高整个周边的一个形势 那么最终 无论是对于日本自身的安全 还是对于周边的和平稳定来讲 都是一个不好的情况 那除了日本这四场演习 在推高周边的局势 我们再来关注东北亚局势 也在不断地升温 韩方近日称朝鲜发射军事卫星 并称韩国将要在美国发射 首颗本土侦察卫星 那杜先生 我们看到这个朝韩相继发射军事卫星 将会对半岛局势带来什么样的新变化呢 以前南北的竞争是在地面海上空中 如果今后把卫星竞赛 太空竞赛 作为南北竞赛的重要组织部分 说明竞赛的点位正在逐渐提高 而且竞赛激烈的程度也在进一步增长 如果按照朝鲜和韩国的地域面积 根本就用不到侦察卫星搞侦察 它是全球侦察的一种重要模式 如果在这个时候 把自己并不迫切需要的侦察卫星 作为竞赛重点 很显然在显示自己的远程打击能力 所以如果能够在卫星发射 这个能力上面相互较劲 甚至是搞对抗 那说明这个打击范围和战略视野 正在逐渐扩展 也说明在美国股东下 半岛局势的升温是个大趋势 美国目标很明确 如果半岛加热 美国就有能力有借口 在周边部署更多的武器装备 而且通过半岛局势的加热 美国已经成功地把 美日韩小联盟关系稳定 同时可以吸引更多的 来自欧洲的盟友加入作战序列 所以大国竞争 美国的眼睛盯得不光是半岛 还有大国竞争最核心的重要角色 那在这里还有一个细节 我们看到这个韩国首颗军事侦察卫星 为何要选择在美国的军事基地 进行发射呢 美韩在做着什么样的盘算呢 实际上这颗卫星对于韩国来讲 那么它实际上是 韩国在美国的体系之下 那么获得自己希望的 很多数据的一种手段 那么韩国方面其实也明确地讲 就是为什么不用美国的卫星体系 或者说为什么不只用美国的卫星体系 是因为韩国认为美国虽然卫星体系 在全球侦察能力很强 但是美国在朝鲜半岛所关注的信息 有它自己的角度 那么美国的卫星收集到的信息 是不是会适时地传给韩国方面 按韩国的说法之前 实际上是有一些矛盾在里面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韩国只有通过发射自己的卫星 才能够掌握自己所需要的相关的信息 那么至于为什么要给美国的 这个相关的发射企业SpaceX 来进行这个任务 这个是给美国的一个保证 我们知道韩国的第一颗通讯卫星 其实在几年前也是有SpaceX相关发射 那么这种发射 我们说卫星的相关的一些数据 包括它的甚至设计的一些很多的 这个所谓的我们讲机密情报 都会通过SpaceX 那么在美国方面有一个背书 美国方面可以去通过这个 自己的情报手段 去掌握韩国方面向美国通报的信息 是不是正确 那么这种实际上我们说是 要向美国人去有一个保证 或者让美国人放心 再将视线转向俄乌冲突 近日俄乌双方均表示 对彼此的首都进行了无人机袭击 我们来看短片 据报道 11月19号 俄乌双方均表示 对对方首都进行了无人机袭击 俄国防部新闻处称 18号 俄防空系统击落了 31架乌克兰乌人机 海马斯和赤阳火箭弹的 两枚多管火箭炮炮弹 近日 俄军还用无人机 对乌克兰境内的能源基础设施 进行大规模打击 仅18号的打击 就让乌南部 东南部和北部的 400多座城市停电 基辅和基辅州的电力设施 也受损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18号称 随着冬季的来临 乌境内设施将遭到 俄军越来越多的打击 将在未来几周采取新措施 加强乌克兰的防空系统 并签署法令 对俄实施新的制裁 制裁对象为108名 俄罗斯自然人和37家公司 其中106人拥有俄罗斯国籍 据法新社报道 乌克兰军方表示 近日已经迫使俄军 从蒂涅伯河东岸 后撤3至8公里 报道称 如果这一情况属实 这将使乌军发动反攻数月来 首次取得有意义的进展 此外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 日前就俄乌冲突刊文称 反攻失败 美欧支持减弱 寒冬来临等因素 都要求乌克兰及其伙伴 全面重审当前的战略 文章建议 乌克兰重新设定目标 并与俄和谈 文章指出 美国应与乌克兰及其欧洲伙伴国 开始讨论新战略 新战略的基础是 乌克兰应准备好与俄罗斯和谈 并同时反攻为首 俄军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行动 是否会影响局势变化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应该说这个冬天 对于乌克兰来说 异常的艰难 另外我们看到乌克兰前线 也传出了一些信息 说在这个蒂涅伯河东岸 迫使俄军向后撤了3至8公里 那如果消息属实的话 对于整个战局来说 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那么对于乌克兰来讲 它现在进入到蒂涅伯河左岸 无论它的规模大小 一方面是会对俄罗斯后续 突破蒂涅伯河 从左岸向右岸的行动 带来一个后方的压力 那么俄罗斯势必要先清除这个桥德堡 才能够进行自己的渡河行动 那么第二就是 我觉得它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讲 在宣传乌克兰在取得进步 因为地内伯河的这个屏障 一直是乌克兰宣称 对比如克里米亚方向攻击的 一个主要的屏障 甚至乌克兰一度把它宣称为 最后的屏障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无论乌克兰现在求得保的规模 包括后续它的维持 到底要消耗多大的力量和代价 但是至少从宣传角度来讲 乌克兰可以向西方表示 我在努力 而且我取得了这个成果 那么俄罗斯方面 它的这个表态也很有意思 一方面宣称这个乌克兰的登陆部队 是自己放进来的 那么是要瓮中捉鳖 要让乌克兰在这个区域 投送力量之后予以摧毁 但是同时呢 俄罗斯也承认 乌克兰的相关的部队 在这个区域很有可能 进入了一些村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俄罗斯在这个区域 想要把地内伯河左岸 乌克兰渗透进来 这些桥头堡摧毁掉 可能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 那么下一步呢 乌克兰方面 如果在这个区域部署 大量的高价值目标 那么自然会成为 俄罗斯的打击的对象 但是反过来说 如果俄罗斯集中力量 试图对桥头堡进行摧毁的话 也会成为乌克兰火力打击对象 所以在整个冬季来临 在这个环境跟气候 不再适合作战的背景之下 那么相关的区域的行动 大家都会很谨慎 那么也有可能整个战线 不会发生大的变动 但是乌克兰在地内伯河 左岸的桥头堡 真的有可能能够撑过这个冬天 那么那样的话 对于俄罗斯来说 在这个区域整个的战线的形势 就可能会带来很大的 一个不利于俄罗斯的变化 所以下一步 俄乌双方在这个区域 怎么样投送兵力 怎么样进行火力的交战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进行 一个持续的关注 杜先生 那同时我们看到 美国媒体最近是释放了 这样一种说法 就是建议乌克兰重新设定目标 并且与俄罗斯进行和谈 同时希望与美国 进行新战略的反攻为首的讨论 那您如何看待 美国媒体这样的一种说法呢 目前看 巴以冲突对美国经历 有重大牵扯 这个状态下 如果无法搞定以色列 巴以冲突放大 出现对美国中东利益 有严重影响的事件 那么对美国的大国经典战略 将会产生严重影响 那么同时 巴以冲突援助的同时 对乌克兰的援助将会明显下降 所以这种态势 谈判呢 包括设定新的目标 大概就是放弃乌克兰的前奏 美国的历史上放弃盟友 事迹很多啊 你像75年放弃南远吴廷燕 然后放弃阿富汗政权 这个放弃库尔德人 那么现在下一个是谁 西方世界猜测 有可能就是乌克兰 那最近北约国家 在美国的收益下提了一个新方案 说这样 现在被乌克兰控制土地 可以加入北约 就半个乌克兰加入北约 这个状态会不会引发双方 谈判可能性的增加 现在虽然结论并不清晰 但至少在加入北约 或者是和谈方面 已经拥有了新的进展和方式 下一步呢 如果乌方反攻行动 得不到一些应有的结果 各种反攻行动 只是在消耗兵力 消耗人员 消耗各种作战物资 它是一种无意的作战 下一步如果向后退几步 提出能够被俄罗斯接受的目标 那么双方坐下来谈 有可能是一个良好的选择 也说明了西方国家目前 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 包括对乌克兰战略目标的设计 已经开始严重缩水 冲突不断持续 人道主义危机恶化 国际社会应当共同致力于 调解冲突 缓和紧张 不应允许这样的惨剧继续下去 这里是防务新观察 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 也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